从参加第九季好声音夺冠到现在,善依纯出道有一年多的时间了,在这期间,善依纯各种综艺,晚会上个不停,单曲发个不停,人气相当旺盛,就在最近,善依纯又来到四川省南冲市参加一档节目的录制。 据悉,今年善依纯被央视2022东南西北贺新春节目组选中,将到南冲的浪中古城进行演出取景,网上已经爆出了善依纯在浪中古城演出的照片,照片中,善依纯一如既往地披着长发,一件白色小外套,一条蓝色牛仔裤,再加一双白色长靴,整个人打扮得非常青春靓丽,这也跟善依纯的学生身份相符。 美方肯定没法比,不过也很冷,而善依纯演唱时,居然还露出了肚脐,里面似乎也没穿多余的衣服,网友们纷纷感叹,年轻就是好啊,身体真能扛。 善依纯现在的发展势头非常旺盛,地方电视台已经不能满足她了,就连央视都为她开了大门,可见她的实力非凡,可以毫不夸张地说,在新生代歌手中,善依纯的唱功绝对是名列前茅的, 假以时日,说不定真能成为天后级别的歌手。 好了,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,我们下期再见。 我们下期再见。 我们下期再见。 我们下期再见。